我對各位的女神做了非常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那是OK 我說了那些話 做了那些事 但我真的不覺得陳芳宇是一個Live對當 Gambling addiction is a treatable issue the audience doesn't know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if you don't care about your audience you don't care about our show you are a lousy host 剛剛華為平佳英文說我是一個lousy 但我也很努力 所以我很對不起白對 我覺得真的不好意思 讓你也承受了很多的這個 莫名其妙的起色 不會啦 不會啊 其實那天我們結束之後 我就傳了一個訊息給Kimberly 我那時候就說我很抱歉 我說了那些話 但我其實並不是真的覺得有那個惡意 覺得說你爛你知道什麼 有的我可能太過於把 應該只要是節目效果的那種敵意 我把它做得太過頭了 甚至情緒上來 我說了那些話 做了那些事 但我真的不覺得陳芳宇是一個爛對當 我還記得因為你那天趕著要坐飛機 那你一個晚上沒回我 我就覺得說完蛋了完蛋了 Kimberly沒回我完蛋了 那我之所以也在後續的發文當中 我沒有在裡面特別的寫說 陳芳宇對不起 Kimberly對不起這種話 是因為我覺得 我已經對你說過這些話了 那如果我再去發文寫這東西 我好像在逼你又公開的回應說 沒關係我原諒你這種話 我覺得這不夠OK 沒有其實我很心疼你雖然大家都覺得有可能 電視上或是螢幕上我們有可能要做效果 我其實知道就是你完全沒有惡意 我可以看到你的那個 就你的熱情啊 然後我覺得很欣賞你真的 其實Kimberly邀請我做這個直播 我很感謝他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不去做這件事情 我不可能說什麼 不要來攻擊我這種話 我覺得我應該要去接受這些批評自己 你們不用講我都很清楚 我比你們都還要 比你們想像中的還要對這件事情感到羞愧 華浩平每一次都要有可能提到我 或是提到誰 他都會先私下面我說 欸抱歉啊 就是我講這個 O不OK 然後就是他其實真的很客氣 大家不要誤會你 因為你是一個好人 有人提出一個很妙的質疑說 我道歉的時候 我在節目上面道歉的時候 我都沒有看著你的眼睛 沒有看著你道歉 我很抱歉對 VERY GOOD 可是真的很感動 兩位放下高 但我真的要講 我當下真的是不敢看你 我聽到你在旁邊哭的時候 我不敢看 然後你們如果去看播出 我那個臉真的就是 我完蛋了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我的表情是非常迴上的那個狀態 希望大家不要再去挖那什麼 幾秒鐘幾秒鐘 對不要去分析那個 對 就我們 我們真的沒辦法去解釋 所有的動作 我當然我沒有藉口 但是我希望就是 接下來如果你們看到任何人 講錯話 說錯事情 或是講了你們認為有問題的事情 我希望大家都理解 這些人都不是惡意的 我必須說就是以 不要講男生或女生 但是就是要說對不起啊 然後也是向你立刻直接說 我真的是狠欸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有可能會後悔啊 然後我有可能就會崩潰啊 但是你還是保持得非常的理性 就是我知道你是真心的狼 對啊 謝謝 所以就是 大家不要再 不要再屁邊狂